這個構圖很棒 有個藍色又跳出來後面又煤煤爛爛的 那幾隻是挺不錯的 很棒啊這隻爛木船 蘇珊一班朋友每個禮拜都會到處去拍照 不過煤窩就已經很久沒來 真的沒什麼改變 差不多也是有人踩單車 不過是本地人好像搬出市區 外國人反而多了 好像來了別的地方 有些感覺是 你聽不到車聲 還有人又少了 不用迫 其實我覺得香港保留一些 一些比較寧靜的地方 不需要一定要做什麼輕旺的旅遊 拍了半天都見不到其他影友 蘇珊說比較奇怪 他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原來很少人去過煤窩 甚至沒有人介紹過附近有個瀑布 我上去一些影相網站 搜尋說煤窩有些什麼影 沒有啊 好像影友不太歡迎這個地方 所以都不知道原來可以拍照 或者有這麼大的瀑布 完全不知道 他說有興趣再來煤窩 但是覺得設施不夠 那個沙灘好像設施不太完善 可以其實做得好一點 因為我看到長洲那裡 也有個很小的沙灘 但是人數是多於這裡很多 我看到它因為有些小食亭 又有些鑰匙 就是會完善一點 配套會 而且真的走上幾步路 又找到東西吃賣 但是這個沙灘好像只有酒店 好像冷冷清清的感覺